我們來回顧一下第一回合的比賽 Wide Spider的Lin是跟同族的 橘子熊對神族的選手Apple盡情交手 最後關鍵單是他的巨像比較多才獲得了勝利 對 其實關鍵啦 關鍵其實是這一波 現在一波上看到這一波 我們選擇飛場線 其實打VR線 打機械造場線是來的比較輕鬆 因為我們可以知道對方的戰術 那最後我們當然還是要選擇轉巨像 那轉巨像那個空裝其實就是關鍵了 那個時候我們巨像比較多的是 唯一有巨像的是Apple那邊 結果沒有打下來 其實後續接著再打下去 其實優勢就慢慢倒向Lin這邊了 好 那這邊獲勝了繼續打 Wide Spider的Lin 喊著俠以為 下一個橘子熊對這邊是由10年Slam 猛烈先生 Slam是猛烈的意思 出馬啦 Slam的戰績是365x45的勝率 他是重組的選手 對戰Lin是神組的選手 BSP是5x20的勝率 兩個人是首次的交手 而在Slam落敗一方 選地圖 Slam選的是貝爾斯海暗冬季版 對我們現在螢幕上看到4點鐘方向 那是我們橘子熊的Slam 紅色紅色的重組 再來是來到10點鐘方向 那是我們Wide Spider的Lin 剛獲勝的Lin 藍色藍色的神組 選貝爾斯海暗 應該就是 就是比較適合重組打 這個有磁化整獎有什麼樣的原因嗎 因為其實算是對方的一個應對 對重組來講 其實如果打到 就是我們可以打一打 還可以打一打來個幻家 對就相當相當不錯 所以那這樣地圖其實就夠遠 對於重組在初期的影韻來講 比較不會受到干擾 幻家海岸之稱 對 沒錯 就是海岸 Slam在前天的比賽 他們對上樂生鋼鐵 總算是贏了樂生 因為 San贏了99 最後 那特別是在 那一場的比賽 Slam也打了三回合 在KOF能夠打三回合 雖然沒有AK 就已經不了不起了 至少贏兩場 他是贏了WINS 他贏了灰 輸給了99 在昨天 好 選擇一個12D開局 讓他孵化石 Slam的近況也還算是不錯 最近的五重比賽 拿到了三勝 三勝兩敗的成績 那LIN 最近比較少看到NIFO 對 NIFO 最近比較 其實我覺得他是調整狀況 喔 那他有去打國際賽 對 SIT其實他表現還不錯 他打敗一個非常非常頂尖的一個 韓國的人類選手 喔 對 SC啊 是非常非常強大的一個選手 那所以LIN呢 在最近幾場也有點上來 最近的五場比賽是四勝一敗的成績了 好 只能開局 要再出 一畫蟲 四隻 下面有水晶塔 不順便咬一下 唉唷 他沒有咬 直接往對方家衝了 那這邊LIN要趕快堵口了 應該是 第一時間做一個堵口 應該是來得及 好 好 再趕路 趕路 四隻一畫蟲 狂奔過去 但是感覺很滿遙遠的 對 快到了快到了 結果毒死了 好 不過這個 要被咬掉了 後面又補 進去了 對 有動 一百分 對一百分 對死人來講 這個 這個一百分不是開玩笑 因為我們主堡沒放 就表示我們不能放主堡了 因為放了會被打掉啊 這個二框下不下去了 而且 那光炮剛好 他已經溜進去了 光炮邊床莫及了 其實 他是因為太偷了 他如果那個水晶塔早點放 不至於那麼快被咬掉 對 因為他的水晶塔 在最後一刻才放下去 可是剛好那個水晶塔 被攻擊的面積太大 導致他完全沒有辦法堵死 哇 四隻蟲那邊 那個蟲有尾巴那邊 擺來擺去有沒有 好像很囂張有沒有 很得意啦 對 被我鑽進來了 我鑽進來了 我鑽進來了 所以我這邊聚地為王 第二個主堡晚夏之外 我們看到被迫是多放了一個光炮 哎呀 市場玩很多 欸 這個探測機被咬掉一隻 對被咬一隻狗 換一隻探測機也算鑽 這個狗不要死喔 居然走進去有點帶走 欸 欸 這個 霧露公蟲群的 鯽 鯽 鯽 鑽進去 後蟲直接KO了 對 這邊一花蟲持續在繞 這一花蟲 數量不多就不用打了 我們就一直繞其實就好了 對 主要就做偵查啦 你就把它想成在前線放了一個別人追不到的東西 你就一直在跑 那這個以選手來講 或者是一些玩家來講 這時候它的注意力是要去控制那幾隻一花蟲呢 還是把它射點就好了 對 射點就好了 你就射個點 然後讓它一直繞一直繞 繞個十圈之後 然後你再回來看 還在繞 再跑十圈 把它當成在當兵的海軍路站就操就對了 跑不完了 然後他們跑超長 對 先讓他們扁個十圈就跑來跑去 對 看到旁邊有機 有探車機也不要去咬這樣 不要理它 對 因為數量太少了 對 你那個拉一花蟲去打那個公平 你還要負擔它會被打掉的很危險 所以你自己主要的操作還是在其他的地方 對 還是在其他地方 就是讓它跑來 好 例如說到了7分多鐘 我們就可以看一下對方是不是有攀升科技 對 那因為一直在繞 所以其實神豬秀很快的就是 神豬秀其實最討厭的就是 你一直在繞 它就不能攀給你看 它不能在你面前下建築物 真的還在跑耶 還在跑 追列出來了 追列出來才是 欸 追列 我不理它 插身而過 對 那接下來就雙方都開始營運 不過 這對於雖然說 舒奇繞的四字口經濟 我覺得已經算很大了 這已經算是開局就優了 就是優勢局了 現在升級二本 所以它主要的賺到就是 就是讓它的二礦比較晚下 那個晚下關鍵大概 那個晚下還比你多放了光炮 等於說不只經濟晚 它連瓦斯廠都晚 另這邊瓦斯也晚 所以等於說 就等於說徹底就是 所有東西都比你慢一步 對 所以那四隻異化蟲 就是 壯面上看起來也沒有咬死什麼東西 對 沒有 但是隱形的貢獻 無形的貢獻 無形的貢獻 非常的大 對 這邊放了是機械製造廠 那 SLAN這邊再鋪蟲 鋪開了 對 所以現在我看一下這個收入 特別是金礦 SLAN是1600多 那LIN才1000多 差了快要500多的金礦收入 對 那LIN這邊可能想要雙升科技 搶三礦做一個穩渣溫達戰術嗎 因為他現在 目光又會又放下機械製造廠 感覺上是要穩渣溫達打營運了 那SLAN打得很穩 對 SLAN在前面 他現在很勤勞的 很勤奮的在鋪蟲胎 對 最近幾場他都一直鋪蟲胎 特別是在之前 打敗奶龍的那一場比賽 對 從鋪蟲胎 對 從鋪蟲胎 這個其實鋪蟲胎真的是 從鋪蟲胎有一個基本功的一個 算是也算一個基本功 很關鍵 一定要非常非常勤奮 對 讓對方一下床就踩到蟲胎了 這邊選擇了 是升了我們的傳輸人禁 那現在放大量一個兵營 五六 六兵營 升級閃現追烈 不過之前不是更新的時候 有蟲族的蟲 飛的比較有移動的快一些嗎 對 那煎草蟲呢 煎草蟲沒有 煎草蟲就一樣 是喔 他說我也是蟲啊 同組的 我也叫名字也有蟲兩個字 為什麼我沒有 但是煎草蟲因為他本身的速度 就比蟲快 對 他其實是提過速的蟲之後的速度 所以他就沒有雨露均沾 也沾一下 對 他沒有因此賺到一些 那現在來空投 來了 傳輸人禁來了 對 給對方一點壓力喔 那現在看了一下 這看了一下 主要是蟲還鋪成這樣子 沒地方下水餃 對 沒地方 而且其實對於神族玩家來說 等會我們就要用閃現追烈做一個進攻 在蟲胎上面我們完全沒有操作空間 沒有操作空間等於說 就很難占到便宜啦 警察王蟲就逃掉了 所以那個傳輸人禁什麼都沒放下來 對 他唯一的作用就是看到了對方家 然後給對方一點壓力 然後現在水餃台了 沒有辦法傳東西過來 沒有繞角處 沒有下水餃的地方 這邊有一坨 還有一隻狂安士 當然那是變形蟲變 一隻蟲族的狂安士 羽目混珠 對 這應該是望著往前走 真的還應該是要往前走 去敵方家當個間諜人 他應該要衝第一的才對 對 結果他佔據了瞭望台就不走了 對 那現在這邊 施練直接來了 選擇的是感染蟲的科技 那我們騙了一下立場之後 選擇轉了感染蟲 這蟲胎真的撲得很緊 真的耶 又快撲到山礦了 對 等一下如果令這邊又開山礦 又會開始覺得 有點困難了 蟲胎撲到那邊等於對方 穿溜冰鞋 現在又溜到你家門口耶 對 這麼多 這是地刺 對 剛剛他下了地刺 我們講這張地圖 你多下一點地刺 給自己多一點點防守的空間之外 我們的抑化蟲 當然可以不斷地去讓你以為 就是讓你給你壓力 你不回舊我就衝你家 而且衝完你家之後 因為我家地刺夠多 甚至我衝不下你家 還可以回來做一個包夾 而且Slan下的地刺 我是說它的地理位置 對 那個位置 下那邊是可以 顧到兩個礦區 其實那邊只是 放在那邊是可以顧兩個礦區 沒錯 但是其實胎要打哪邊 反正都有鋪蟲胎 你就爬起來 往那邊衝就對了 就很可愛的地刺 會自己站起來這樣子 對 所以也沒差 來... 直接包進來 這有點糗 好 紅鍋部隊要不要來支援一下 有...趕快來支援一下 後面有具象 對 人口已經差到了70 60 對 那個Slan已經快滿人口了 現在190 滿人口需要200 而且是有攀升科技的 所以其實整體的 這樣子的一個部隊 這個傳輸人機會不會定住嗎 會不會定... 他沒有定 那等於說 就讓對方有機會傳兵了 因為傳輸人機是... 你前線都是從來不能下水晶塔 但是有傳輸人機就不用擔心了 對 空中的水晶塔 對 空中的水晶塔 好 不受這個沖胎的影響 要做包夾 好 那往後拉... 往後拉... 一站來了 來了 這句話從車來拉一下 準備... 要幹蟲表示 這邊具象沒有操作 要不要站起來... 站起來... 我們要再忙著 船兵沒辦法載人 現在這邊先把後面的兵撕掉 因為傳輸人機在那邊塞車啊 因為現在船兵沒辦法載起來 不一樣的狀況 所以沒辦法載人 船兵也是比較重要的 因為我們要一定會站嘛 沒有具象的輸出 感覺... 神族的部隊有點勢丹力寶啊 對... 剛剛那兩隻巨像就完全被一化蟲 咬腳就咬掉了 對 被咬掉了 那很可惜啊 那... 這邊的話... 等於說我們後續... 這個閃進來 要單點感染蟲 那蟲立刻蹲進 好 那選擇再走 但是... 神族的主力部隊送來這邊 對於... 對於神族來講 就不用出門了 那我們現在 Slam再放下了四礦 升級了毒暴 家裡也在升級三本了喔 所以蟲草也在升了 對... 前面Slam的毒暴蟲 是不是要破門的準備了 他有可能... 因為我在想 他一般來講 變毒暴的時候 會升空頭做一個搭配 對... 對... 那空頭已經升好了 可以變空炸機 對... 完全你封門 但是我從空中了 對... 你封門喔 然後... 我就... 直接給你載進來 對... 直接轟炸機來了 直接來了... 那我們正面的部隊立場 算還算不錯啦 因為... 那個頭呢 大家... 從頭進來 炸爛泥 好... 炸牛... 差不多一點後撐 這邊的話 後面的土兵呢 還沒在土兵 看到了幾個蟑螂 對... 衝上來 再拉回去 現在... 爬起來了 換地方... 對... 大風吹 吹這邊 第一次自己拔起來 對... 現在第一次想拔哪都可以 拔去你山框插著都可以 對... 這邊的話 再升寄生蟲蟲塔 大螺旋塔 我們可以出寄生蟲 另這邊放下自己的山框 對... 感覺是史萊姆這邊已經有四框了 對... 史萊姆已經四框了 而且山本已經完成了 好... 季狀王出來之後 部隊的一個優勢就會來到了 史萊姆這邊 那現在... 再換喔... 再換掉一些兵 能換多少...算多少 好... 逼退之後... 三框應該要被打掉了 對... 這... 讓你蓋好 我就不是好船主 好... 然後... 喔... 林這邊... 沒有辦法開出三框的情況之下 部隊又... 沒辦法補齊啊 因為兩框一命 現在主框已經挖完了喔 阿...已經乾了喔 對...主框已經乾 二框也快乾了 二框我們看到... 零零落落了喔 不過你看這個史萊姆的... 蟲胎已經鋪了三分之二 沒有...這個已經鋪到你家了 這已經算四分之三... 對... 鋪到你臉上了... 對... 門口了耶 我們要... 如果以中立地帶來算的話 中立地帶... 大概... 已經被鋪了大概八成了吧 對... 現在幾乎是... 到處都有蟲胎啊 好... 然後加起來開始下光炮 那接下來就是等寄生王蟲出來 可能就會做一個總攻擊了 總攻擊的號令... 欸...也不用... 我發現... 其實令這邊的部隊... 數量現在少到其實你也不用寄生王蟲 但腐化飛蛇蟲搞不好就可以直接推倒了 雖然Slam這邊卡了一下人口喔 對... 現在我剛剛王蟲被清掉 嗯... 那現在的話... 家裡也在補王蟲喔 那... 要變啊...要變 欸...變變變 欸... 欸... Slam睡著了... 對不對... 欸...有啊... 還放了第二個 哇...還有螺旋塔 對... 好... 是瓦斯不夠嗎 欸...有...有...有... 開始變了 那瓦斯不太夠 現在家裡是四礦 那四礦的瓦斯沒有在挖 唉唷... 趕快開始準備贏 正面的部隊 欸... 對... 對... 對方一倒... 令這邊直接過來喔 絕對不能讓他變完成 那現在蟑螂被隔開... 喔... 我們的鑑蟲也死光了 其中蟲... 其中蟲快好了... 又... 又... 又爆了 對... 對... 唉唷... 這一波反而是Lin... 用... 立場喔 對... 殺掉了一些蟑螂 而且屁被現在反推 對... 抓你在變劇王蟲的一個... 算是一個弱點旗啊 那我們直接衝過來 那... 但是... 就算是這樣子 我們看到用純的... 純一化蟲包你的部隊 有點... 殘酷啊... 對啊... 前面就用一化蟲咬掉了... 巨象 現在也一樣 對... 這感覺有點像幫巨象自相當角的感覺 我們是直接被打掉 那所有的部隊被淹沒 人口剩44... 對... 工兵是41 那人口48 所以我們有7單位的兵 對... 然後一隻是... 小叮噹... 是我們的... 這個... 最後的兵力都在這邊了 對... 用一化蟲就去... 做最後的進攻 對... 也不用出別的啦 因為這個部隊量喔... 直接過來應該也是... 對... 不給活路啦... 我們看到... 最後的工兵 還有一化蟲去... 一拳KO你... 對... 哇... 欸... 蟑螂齁... 對... 現在...蟑螂一化蟲... 這雖然並不多啦... 但是... 也不用多啦... 人口現在是... 38的是... Lin這邊...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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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現在看看... Slam用什麼勸退流啦... 是不是... 現在... 現在... Lin這邊... 算是... 躲在成像後面... 做最後的拼搏... 嗯... 哇... 打了GG... 還是放棄了... 哇... 所以是由G熊的... Slam呢... 拿下了這個回合... 雙方贊成了1比1的評審...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Bing scene э properly... CNice Hi! antes的止 người認識哪裡... BING Drive Of My God... bING Drive Of My God...